德同都是一样的 初遥的时候 昆迴帝跟前卫天 德同法义 什么叫德同法义 他是六个都是阴 从头到尾他的性就没有变过 阴是主柔 主静 前卫天六个都是阳 从头到尾他就是阳 他的性都没有变 所以性就讲德 德是同的 但方法不一样 钱是以刚进 昆迴是以柔进 柔啊 柔进 那一样可以做到很高 那自然界上面来说的话 柔就是地性 地人在万物 他的柔性 随便什么东西他都接受了 把它消化掉 听话掉 再返回给天 就是我前堂哥讲的 他从来不邀功 从来不邀功 但他始终从有天地以来 他就一直到现在默默无闻地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都没有变过 自始至终 这个德同法义 方法不一样 好 那我们在一级上面 除了这个我今天再跟周围介绍一个再稍微深入一点 好 我一下子不敢太深入 怕你们一下 哎呀 很复杂 135 135 这个位置 135的位置都是杨位 好 有时候我觉得我还改进中共 应该改进中共 那个阴阳他写个月就好了 好 我们还他比较简单一点 阴位 好 阳去写个字就好了 好 二四六是阴位 一三五是什么 阳位 好 这有目的的 我要跟周围讲这有目的 第一谣的时候应该是阳谣 就第一谣是阴谣 所以第一谣呢 异军上面就写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所谓的阴 就是柔 就是寒 都是属于阴 第一谣应该是阳 结果第一谣 应该阳谣的位置 就被阴谣来占领了 就是阴来进来 这就好像自然界的现象 当你脚走到路上 突然有一天脚踩下去 踩到草丛里面 踩到霜 有声音 一踩下去以后 心里要想到 大风雪下来了 后面要更冷 叫屡霜煎冰子 煎冰子 这个什么意思呢 比如到人间道的时候 就变成这样子的 当你发现它是小人的时候 要赶快去掉 这叫做 戒之初 你如果不去掉 尖兵就来了 那等到尖兵来得去的话 你就不是圣人了 我们不可以 我们不来